我是吴米霞 今天呢我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时尚小包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时尚吗是不是时尚 还带电 其实呢 它是一个24小时的心脏监测仪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那个心电图 它带法就是跟做心电图有点像 就啪啪啪啪啪啪 贴完以后好给你绑上一下 然后24小时是不能摘下来 然后不能洗澡的 现在呢我已经带了十几个小时了 还得再带十几个小时才能拿下来 那之所以要带呢是因为我前段时间做了一个体检 然后医生说我的心脏呢 偏左会比较厉害一些 所以让我最好能够去医院找专科的医生检查一下 所以为了做进一步的检查呢 医生让我背上了这样一个仪器 监测24小时的一个心跳的一个波动 那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 还现役的时候 在训练中其实有过心脏感觉不舒服 然后头晕喘不上气 然后在人多啊空气不流通的时候 就感觉有人想抓了我一样 这种心的感觉 很难受 是我抓住了你的心的 你想多了啊老陈 那很多人会觉得运动员这么好的身材 经常又经常锻炼 那肯定是全世界最健康的一类人了 但其实我想说并不是这样的 因为大多数运动员在退役后 身体的机能可能连普通人的平均水平都达不到 大家都是根据项目的不同身体的某些零件 可能因为训练过猛 导致退役以后要额外的更加的关注 仔细想来 我还是非常幸运的吧 能够为祖国争光 并且拿下了五枚奥运金牌 虽然现在要背一背这样一个时尚的仪器 那总体来说还是健康的 那希望运动员能够不仅有好的成绩 也能少一些伤病吧 另外我也把医生的嘱托在这里传达给正在看视频的小伙伴们 咱们在生下来的时候心脏都是有两房两平 都是因为平时可能不注意 导致后来出现这样又那样的一些问题 所以平时的工作压力再大 但是一定要注意休息 千万不要熬夜 还有少抽烟少喝酒 那在这也祝大家能够有一个好的身体 我是吴米霞 谢谢你的关注